刚刚马达你帮我给他 他就在下面你自己给他吧 你就帮我给他 你这人走着了 四边 四边 你没事吧 四边 好是怎么办呢 我还是个孕妇 白贝 季珊 发生什么了 没事吧 不是 我说 我没有对他 我没有对他 我知道 没有对他 赵妍 我只是来当欠人 喝喝 他为什么怼我 来了 个死羊子 你好 您是哪位啊 你好 我想找一下周妍 周妍 周妍 有人找 周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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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啊 周妍 你听我说 做了一个梦 我想这个世上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不想一个人活着 我求你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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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不该出现在这 也不该打扰你和周妍 但是 不能没有他 以后 我怀了周妍的孩子 我怀了 我怀了 blog Monday 还会这样 更好 还会怎么样 把我怀疡 锁了 锁了 老前 下 干嘛呀 不说不想见您 走一块鞋 别动了 你生气咱俩俩先放一放 如今外地当前 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 一致对吧呀 我跟你说 你这个时候劝紫禅她 肯定什么都听不进去 这事绝对有蹊跷 我怀疑 这一定是菲菲一个人 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目的 就是为了控制和利用周园 你说这也有什么用呀 不用你说我都能猜 的关键是证据 咱俩只虽忘了一个问题 你好好想一想 就那干嘛事的菲菲 她一个人 那把混乱的周园 拖酒店去 怎么可能呢 肯定有人帮忙啊 咱们俩之前 去酒吧打听过吧 但并没有去酒店打听 到那个地方 一定能有些输货 那你还愣着干嘛 还看你去呀 等等等等 先说了咱俩的事 这样 我再长了你一下啊 我 去找证据 你呢 原谅我 咱俩重用于好 对不起我错了 我不提条件了 我我我再也不提条件了 不不不不 你们俩怎么还在这儿啊 大鱼 紫 紫珊 你还有脸替紫珊 我没你这样的兄弟 你给我听好了 这是刘 你给我赶紧出去 回头等我消息 别再让我见到你们俩 走 给我出去 出去 别让我看到你俩 周延 我说什么来着啊 我说什么来着 连医生都觉得这报告有问题 上面写的是怀孕六周 可这图片上明明写的是十二周 这就说明菲菲她早就怀孕 这孩子压根就不是周延 就是啊 大鱼 我让你 怎么穿这样 那个 你过来人家穿什么样的 你你你过来干嘛呀 我这两天不是吃东西闹肚子吗 我过来看看机认 那不跟你们说了 我上当你了 赶紧去吧 别过了 过了啊 靠背负 上这儿 过来 你快说 你过来 你去到这儿说吧 我憋不住 我快点 今天这招是你帮她想的吗 别害了 什么主意 我不知道 我今儿一天都没见她 我憋不住了 我走了 余彭月 你又骗我 我这不是怕耽误正事吗 不是故意的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小气吗 余彭月 我可以原谅你一次 但我不能允许你一而在再而三 那儿挑战我的底线 对 没错 没错 我走起来 你看 这穿着我衣服还在这儿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 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 谁啊 谁啊 开门 喂 小脸 大脸 陈薇薇 这场戏你还要演多久 演够了吗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啊 你说的这些都是假的 你根本就是在骗周妍 你跟酒吧的那个通尼串通好了 往周妍的酒底下药 让他以为跟你酒后发生了关系 其实你早就怀孕了 你怀孕了三个月 不是一个月 那孩子根本就不是周妍的 我说了 小脸 大脸 你们说是真的 周妍师说的不是真的 这当然是真的 我们特意让医生 看了这所检查报告 明确确认 这就是怀孕十二周的报告 而且曹你已经亲口承认了 就是你花钱让她帮的这个忙 我已经拍照取证了 明天我就交给警察 你再想说的话不用跟我说 去找警察去 周妍你听我说 我求求你 求求你原谅我 不要把我送去公安局好不好 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了 我是怀了叶之秋的孩子 但是他不要我了 我没有积蓄 我没有工作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你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亲人 我不想连你也失去 才做这样的杀尸到你 我只想跟你谈谈实实过日子 你放心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真的都不要了 我也不会再劝劝你 求你不要送去公安局好不好 你就心情好 饶了我行不行 我知道周妍她都听你的 我知道周妍她都听你的 你不要把我手指管制 你大人不及小人过 你就饶了我 之前靠佩服的事情都能原谅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周妍你帮帮我 你能理解我当初被抛弃的时候有多恐惧 有多害怕吗 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我承认我错了 但我只想过一个真诚人的生活 我真的 周妍 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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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佑 你先起来吧 我 我不要去坐牢 大鱼 小鱼 要不 就算了吧 她还怀着孕呢 你自己的事 自己决定 大鱼 周妍你就是心态伦 真的 菲菲 算我们哥几个求你了行吧 今后别再找周妍了 你别再烦她了行不行 我能保着 我哪有肚子里孩子保着 别再让我们见读你 别再让我们见读你 走啊 你保语 女不都保识你 你不都保识你 你还要不保识你 我可以保识你 我老%儿 你都保识你 是我 既然 月 我自己 也不适得你 晚安 喂 真相已经大白了 干嘛还不理人家 如雨 那天你突然提醒我 让我小心周岩 是不是你早就知道 太阔飞飞的事情了 紫山 今天事情除了我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 紫山 你千万别多想 我们就想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再告诉你 你放心吧 我没有生你们的气 我只是在想 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周岩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 他爸告诉你之后 你误会他 生他的气 可是这样我只会 更误会他 更生他的气 之前你跟我说 男人不可信 我还不以为然 现在想想 还真是这样 这么长的时间 他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 甚至连一句我喜欢你 都没有说过 我有时候在想 我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 除了这件事 他第一反应 不是信任我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选择和我一起面对 而是选择逃避我 欺骗我 帮我蒙在鼓里 因为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他以后还会骗我 你觉得我们还能继续走下去吗 既然还没有想好 既然还没有想好 那就冷静一下 冷眼看看 你喜欢的这个男人 到底还有没有得要可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说实话 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你哪找这么多名字 怎么样 还不错吧 这些都是我曾经追过的女孩 你瞧一瞧 哪一个不是万众瞩目的女神级别 原来都是你的失败案例 这怎么能叫失败案例呢 我好不容易用了这些年 把这些莺莺艳艳变成好朋友 我容你 正好啊 夏雨晴能挑一页 我可不要他们 我宁愿单身一辈子 我也不能选他们 这世界上像小雨 还有紫辰那样好女孩多的是 他们都等着我 我不要他们 你说你要是把这些精力 放在工作上再做 今天我过生日啊 咱们只谈风月 不谈工作 但是 说实话 你在公司还真的有点太强势了 是你说只谈风月 不谈工作的 放心冒心月初 那行 那咱不说这样 那咱就说说你跟小雨 你跟小雨最近就怎么了 我看他老躲着你 我说你怎么哪副不开题那样 那这也不让说 那也不让说 那咱就说说你前那天脸 还那个伤 真让他跟你打的呀 还是你偷偷放手 是他给我放水 不然的话 我现在早在医院里趴着了 你觉得我还能在这开party吗 这女孩这么强呢 有点意思啊 我告诉你 像你这样的人 就应该找像泰真这样的女孩 好好修理修理你 你可拉倒 能把你打趴着的人 我可不要 这谈个恋爱在哪命大上 犯不上 行了 别咱俩喝了 下起给你这些经典案例 打个招呼吧 走 带你摇起来 你自己摇 你别带我 我不爱摇啊 你自己摇起来 难得我们这儿这么热的 哎 我没看见周园和几个啊 应该在周园房间吧 也不知道两个是什么 求求他喝净净 嗯 我去看我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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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快乐 快乐快乐 走快乐 走 走 鬼哥 鬼哥 怎么这么多年了还叫鬼哥呢 杨老板 唱个新家 唱 杨老板如今也是上千万身家的人了 怎么会住在这个地方呢 这地儿怎么了 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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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不好啊 这里啊 整个游乐场似的 不过吧 怎么说也不是自己的房子 你打算住在这里一辈子吗 哟 哟 人家住哪儿你招什么急啊 杨哥啊 现在可是在事业的上升期 这过两年公司一上市 股票一卖 到时候再买一大别墅 那不就一步而成了吗 还是你先走 真的 其实这个地方吧也挺好的 面积挺大 高度也够 这边这么多玩具啊 就像住在那游乐场一样 你们这个地方是在哪里找的呀 好好介绍啊 真的 那你朋友那儿还有没有这样的房子啊 我也想租一间 到时候啊 再找几个朋友一起合租 多浪漫啊 你再帮我问问呗 行 导儿我帮你介绍介绍啊 宁博儿 我去打个电话 小儿 你怎么上来了 赶紧瞎учka玩去多好玩啊 我想在这儿陪你 你怎么上来了 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下班这么热闹 走 下得Happy店 我把后店开会的内容准备一下 一会儿就去 我在这里陪她 真酸 米娜小语 走啊 别在这儿当店那么好了 那我先走了 不打扰你俩了 忙吧赶紧下来啊 一会儿又来 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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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跳舞去 阿语哥有事儿 等会儿 这不是有事儿 真是 朋友哥哥 外面那么长 我帮你把门关上 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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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言 下面好热闹啊 你什么时候才好 我还要自会点 要不你还下去吧 我又来找你 行那我先下去了 你快点下来我等你啊 慢点啊 紫禅你别误会 我这次不是来到的 我知道今天是杨子的生物 所以给他买一个蛋糕 杨子在下面 你自己给他吧 先说我不好 对不起 我不想听你跟我道歉 我只是麻烦你 以后不要再来烦我跟周阳 好 这就走 但 但刚麻烦你帮我给他吧 他就在下面你自己给他吧 不好意思 你就帮我给杨子吧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小菲菲 小菲 你没事吧小菲 狂是怎么办呢 你还是个孕妇 小菲菲 小菲 小菲 行了 这下惨了 快打120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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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婶 发生什么了 没事吧 不是 不是 我 我没有退他 我没有退他 我知道 我没有退他 周妍 我只是来当欠人了 她为什么推我 你为什么 这会醒来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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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知道 老板好 快点一二零嘛 四川 你真没得退下了 不是我就随便一说 你 你 你 不是我 我没有对待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 紫禅 紫禅 你会不会说话 什么叫不是故意的 你这话刚按脑袋 什么时候才能开窍啊 我 小语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走走走 回来回来 走了 走走 回来回来 回来 回来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他们呢 你又错过了一场好戏 给我吧 什么好戏 没事我来 刚才菲菲又来了 他来干嘛 说是给了杨子送蛋糕 我傻子都知道他不是那个目的 要来缠着周延吧 那倒是没有 菲菲趁着送蛋糕的机会 又坑了紫禅一把 他非让紫禅把蛋糕带给杨子 紫禅不让 结果他又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就这楼梯啊 他不是有身孕吗 还是说为了害紫禅 他连孩子都不要了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呀 幸亏咱们了解他 不然八成又让他给蒙了 就这样 周延还觉得是紫禅 失手把他给推在了 这周延啊 就是太老实了 所以紫禅他在伤心啊 觉得周延不相信他 觉得周延心里还有菲菲 你们他们俩好不容易和好了 就变成这样了 真让人腻呗 云 小姐 你们睡这儿了 赶紧回去睡去 快快快 余蓬月呢 她干嘛呢 她 一直和她青梅竹马躲在屋里 天主角在干什么 看来我今天得睡沙发了 慢点 怎么睡个觉这么累啊 嗯 这帮人 本人弄得屋檐着气的 进 又搞什么 看看你就知道了 昨天派对开到一半我就开始弄了 弄了一晚上 看我这黑眼圈 不用解释 我解释什么呀 你想把类似的仓库改成合租房 聪明 昨天派对上的一个女孩提醒了我 城市范围内有很多这样老旧的厂房和仓库 如果把它变成合租房的话 一方面 便费为宝 方便北漂 另一方面 也是咱们走出低谷的一个机遇 对于咱们围棋用户群 增加收入模式 也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我劝你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为什么 因为商业用地和住宅压根就是两个范畴 如果你私自将厂房和仓库改成合租房 那其实是触犯法律法规的 不是 可是咱们的 是 咱们那栋是仓库改建的 可它其实是属于餐馆员的员工宿舍 是属于合法的配套设施 现在转租给咱们呢 最多算打个擦片球 可如果你真的私自把仓库去改 我保证城管部门第一个来找咱们麻烦 那就是说我这套方案废了呗 我觉得是绝对不可能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能搞定 规划 消防 公安 城管等相关部门的行政许可 这么麻烦 是啊 所以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 以咱们公司的目前的资金来看 咱冒不起这个线 钱不欠钱 到哪都需要钱 不就是钱吗 这好办 童非啊 你这个想法很好 我非常支持 没想到这么快 你就找到了一条 突如租房市场的一条新路 这可是一块大蛋糕啊 你放心 我举 我举双手赞成 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提 谢谢陈老 目前还以手续审批为主 暂时还用不着钱 嗯 许愿用钱 你就告诉我 其他的地方可以拖一拖 赚钱的地方 那可是拖不得 明白 我上次为你算没算的准不准 太准了 太准了 姑娘们亲没听见啊 我算没算的太准了 所以说你们这两个新来的啊 以后感情生活这一块的啊 就交给我了 我掐着这么一算 你们所有的感情生活 尽在我的掌握之中 真的谁要 还在那闲聊你啊 啪的刚开完 你能不能有点正事 我说大 大 你赶紧工作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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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以后当着那么多同事 别老说 给我留点面子 你还要面子啊你啊 你面子重要 还是公司发展重要 你自己好好想想 他懒得说你了 不是 哎 戴鱼 哎 哎 干活干活干活 就这样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戴鱼 咱们这么做什么太高级了 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不着急 现在都已经火烧美貌了 哪有时间一步一步慢慢来啊 不是 待遇我 如果各位没有意见的话 就按我说的办 对了 你们不问韩总那边的合同 现在怎么样了 韩总他说 说不过咱们续约了 你说什么 前天韩总跟不打电话 还让我赶紧把合同送过去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部门 赶紧把这事解决了 今天你跟我说不续约了 你开什么玩笑啊 去吧 杨总 大鱼 这事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敌人太讲话了 谁能想到刚第一时间 谁能想到 我看就你想不到 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 别以为谈完耽误工作 你怎么告诉我的 你说没问题 我有分寸 我有分寸 这就是你所谓的分寸 不是 大鱼 这事不能怪我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不想听你解释 从今天起 市场部门严格考骑 每天上下班必须打卡 早上称为我赖开 下班之前 必须给我提交工作报告 包括你 这儿呢 专员你怎么了 一天信神不宁的 菲菲上午来电话了 孩子没了 不是 专员你不会觉得 这事跟你有关系吧 大鱼 我知道你不相信 这事是紫山干的 可是当时我就在旁边 亲眼看到 有的时候你看到的 未必是真相 你知道紫山花了多大力气吗 你以为紫山 跟网上气功大师一样 一发功旁边的人 就飞出去了 可信吗 我也认为菲菲是庄的 可是谁会拿肚子的孩子 跟自己的生命冒险呢 要不是救护士来得及时 菲菲差点就没命了 她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菲菲虽然做了很多错事 和紫山也不至于这么对她 周元 你不会到现在还觉得是紫山的错吧 我什么我 你随便你怎么想 我真的没话说了 不是 大约 你随便吧 我这最近公司太拨了 事太多啊 等我空了 空了我一定跟你约 咱们一块吃吃喝喝 咱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我现在有的就是时间啊 什么时候都行啊 朝九晚五 咱几点约都行 没问题啊 没问题那都叫事儿吧 杨绪雯 上回我跟你说的话 你都当耳旁风了是吧 我又怎么了 怎么了 公司那么多事儿 我跟周元忙的头都快大了 你可倒好 白天公司混日子 没下班呢 就找个理由回家 你真把公司当药老院了 我就是在公司 我能干什么呀 主意都是你定 方案都是你出 技术问题找周元 你们俩搭配这么好 那我能干什么 我也就每天点个锚 吃吃喝喝 充气一亮 帮你们拉拉关系 也就这样 你是公司的市场总监 不是叫你来吃吃喝喝的 你能不能打起点精神来 之前才搁几个一起 创业的精神哪儿去了 之前 之前多好啊 大家每天在一起 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 这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现在呢 冷冷清清 放个屁都能听见 皮笑肉不小的意思 真的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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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事 是一顿饭解决不了 吃饭了 这是什么日子 全然有 吃饭前要洗手 你这再不改 以后没人提醒你了 紫辰你说什么呢 我说 你这要再不改 你这要再不改以后 吃饭前要洗手 后面再去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呢 我们学校给那个年轻的教师准备了几间免费的单身宿舍 我现在不是想省点钱吗 我就 所以你要搬走是吗 对 等学校通知一下来我就 在这 这事你为什么都没跟我说 你怎么都连我都不说呢 我不是不想跟你说 你们这段时间都太忙了 我就想着不想打扰你们 不是什么你们我们的呀 这公司也有你一份 他就算有什么不愉快 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也不至于搬家呀 你 那个 股权转让的那个协议啊 我还没有签 我想着 我也不想要 还是留给那些 对公司真正有贡献的员工吧 思辰 如果是因为 你不用说了 我要搬走 跟昨天那件事情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我自己想的吧 我这段时间 就想一个人静一静 紫山 你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给你证明 昨天那件事情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都是非非自己搞出来的 快 大鱼 我真的 特别特别感谢你 我知道你相信我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事吧 真的没有必要 为什么呀 因为昨天我就在现场 我就是当事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了 我说了 我搬走 跟昨天事情真的没有关系 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 这段时间 我觉得特别开心 我很感谢 跟大家在一起相处日子 特别谢谢你们都喜欢吃我的饭 我也觉得 在这里我拥有了很多 很美好 很幸福的回忆 什么 什么事儿 问喂 问你 你 Picture 我饿了 来吧 吃饱了 紫珊好不容易准备了一桌子 对吧 不吃可惜了 俗话说得好 世人皆可负 唯有美食和真心 不可辜 只有吃饱了 才有力气跟那可恶的命运扛着 来 吃 干嘛呢 大半夜不睡觉 烦 怎么了 说来听听 我就真就不明白了 你说咱们几个怎么 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的呢 有什么不明白的 生活在变 每个人也都在变 那这变化也太大了吧 尤其大鱼 最近动作就冲我发火 每天跟我发脾气 还不分场合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在他眼里 所有人都不如他 自然也就融不进人 这也是我离开公司的原因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于鹏月 开始变得独断专行了 开会的时候 表面上让大家各输己见 可实际上呢 最后所有的 都要按照他想好的方法去做 时间长了没有人会去心机心色的 张同走了 老黄也走了 所有人都带不下去了 因为什么 难道只是因为其他公司给的钱更高 我们不是没有情感的梦 我们不是没有情感的梦 白天公司婚日子 你真把公司当药老人 他能不能行啊 你是公司的市场主 不是叫你来吃吃喝喝的 大鱼这事不能怪我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不想听你解释 不是大鱼我 如果各位没有意见的话 就让我做个办 等等 是因为在北漂房客网 于鹏月的独裁之下 没有人可以发出全部的力量 也没有人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 时间一长 所有人都是于鹏月的执行 完全被动的工作 有什么意思啊 也就没什么待下去的必要了 杨娜 杨娜 难道你就不想再向前走一步 难道你想一直在于鹏月的阴影之下 一直混下去 我的想法特别简单 买个车子 娶个妻子生个孩子就完事了 我没那么大本事 天生我才必有用 杨锡伟从我第一天认识你的时候 我都知道你不是他们眼中 那个混吃混合的人 你也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可在公司等于也不给我机会 那就离开北漂房客网 去找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地方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 不行 走了大鱼怎么办 不能走 在这里他完全不认可你 但也却有什么意义 再说了 也许你的离开 可以让他改正自己 反省自己 否则让他一一孤行下去 根本没有机会行你 杨锡伟 你也许在帮他 当有一天你自己强大了 有价值了 再回来帮他 大家始终是凶 行了 别想了 回去睡觉 走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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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总 你好 余总 你杨总呢 不好意思 余总 杨总他 他怎么了 办 办公室还没开门 还 还没来 还没来 这都几点了 现在给他打电话 马上打 二十分钟之内给我赶过来 跟他说是我说的 赶不到的话别干了 不用打了 躲在这儿了 有什么事儿进来说了 你不想打了 你自己好好算算 你这个月请了多少回下 迟到早退多少回 中间撩出去多少次 你不用说了 我全明白 你明白你还这么干 你自己看看外面 多少人看着你呢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个部门乱成什么样子 你有没有在好好工作呀 那怎么才叫好好工作呀 那怎么做才叫不好好工作呀 不是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有点累 你累 我看你过得比谁都滋人轻松 我心累 我没听错吧 你心累 你在我面前说你心累 对 杨新闻你自己掰着手指头好好想一想 从公司成立到现在 你哪天不是点个锚就走 你给公司出过什么好主意 你谈过几笔生意 拉过几次客户 给公司创造了多少盈利 你心累 对 好 我全明白 我们所有人跟你比 都比不了 你最累 你每天最辛苦 你起得比鸡子 睡得比狗晚 我每天在这儿看着你都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呀 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公司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看来你有高见了 好 来 你坐 我倒要听听你的高见 你想听是吧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于鹏月 你不觉得你每天在公司太独断专行了吗 每次开会 你表面上让大家 各输几件 发表自己的意见 可结果呢 哪次大家还不都是听你的吗 久而久之 谁还敢往公司险计险策呀 张同走了 老黄走了 哪些跟咱们一块创办公司的元老都走了 为什么呀 难道只是因为别的公司给的钱多吗 我告诉你不是 大家不是没有情感的目 因为大家在这儿 在北漂房客房 根本就没人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根本没人 别跟蹦 别跟蹦 小姐妹 杨哥 这就是你所谓的高见是吗 杨哥我告诉你 我给所有人机会 我给所有人留住他们可以发挥实力的空缺 可是呢 他们只要给过我一个好的想法 对公司有过一个好的建议 我都举双手赞成 可是三年了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谁在乎我的感受 这三年你公司的每一次北京 哪次不是我想的办法 我一个人在考 小姐妹 我告诉你 我于彭月 只尊重在这个世界上有本事的人 没有本事 还要求公司尊重他们的想法 在乎他们的感受 考虑他们的意见 不可能 不说一年公司就在垮 然后所有人都会过来平成一句话 不好意思老板 这里不适合我 然后把整个烂摊子撇进欲哭里的你跟我 你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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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总 你是你 我是我 既然 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现在在你于彭月眼里一文不值 那好 那你就继续一个人分道 继续一个人张进你的公司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的自制限 余总 作为兄弟我再跟你说最后一句话 好不好 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见后再见吧 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哎 这怎么了 俞总怎么和杨总也吵起来了 谁知道呢 俞总自己心情不错 逮着谁骂谁 咱们还是小心点 他们俩平时关系都挺好 这人倒在利益攸关的时候 就是亲兄弟也要闹翻家了 就是 大黄不大 早有事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我不是一个人啊 不是还有你的吗 大鱼 杨子他 天要下雨 南要佳人 既然对我心存不满 都何必强求呢 说真的 与其等到 矛盾激化了 连兄弟都做不成 还不如各自分开一段时间 好好冷静一下 对吧 说不定啊 等他们想通了 还会回来呢 话也这么说没错 可现在公司里边 公司那些话你不要听 他们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对 说真的 对老大 对杨子 我哪里做得不好 我哪里做错了 是 你站在公司的角度是没错 老大走了 公司的意见统一了 杨子走了 社长部门的效率反而提高了 可恶大于 咱们毕竟是FB公司 是四兄弟公司 兄弟都走了 怎么是FB公司啊 FB公司 首先它是一个公司啊 周延 是公司就得守公司的规矩 兄弟没了 我可以再找回来 公司要是没了 咱们的梦想就没了 我知道他们走了 你心里不说话 可是我心里说 当初咱们仨为了实现老大的梦想 一直拼到现在 现在老大走了 我必须帮他把这份责任扛起来 安德广杀千万千 现在 他也是我的梦想 好了 大于 没事 算了 不说这个了 罗元 对了 之前一直没来得及问你 飞飞那边你处理得怎么样了 我去她的住处 看过她几回 给她留了一些钱 她流产以后 感觉改变了好多 她还说她不怪此善 还说恢复以后 要重新找一份工作 好好工作 她大事实过日子 她还是以退为进 也就你还信你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这么执迷不误 毕竟我跟她认识那么长时间了 她好不容易想走回正道 我总不能把她再往外道里推吧 所以 不得帮帮她 你帮她没问题 可子善怎么办 子善怎么看你 人家马上就要搬走了 你就不想挽留她吗 我一直试着挽留子善 可是她非要走 我 我也没办法 你跟飞飞一直纠缠不清 你让人家怎么留下来 可是我真的没想过跟飞飞在一起啊 我跟她只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帮助啊 你帮她 可是子善怎么想你 她怎么知道在你心里 谁才能放在第一位 不愿 这个时候不是搞平衡的时候 你要明确站队你知道吗 如果你真希望让子善留下来 就跟飞飞划清界限 断得一杆二权 我这样做会不会太伤人了 再说只是帮朋友而已 死山不会那么小心眼了吧 我小心眼睛行了吧 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 别考糊了 别考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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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爷哥哥 你没事吧 啊 没事 我们今天就到这吧 我没有今天就到这吧 我想再打会儿 你这哪是想再打会儿 我看你就是想挨打 再打下去你会受伤的 红月哥哥 你最近来这儿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说明你最近压力山大 有压力才有动力 可是压力要是太大了 还没当产生动力呢 人就受不了了呀 红月哥哥 你有什么烦心的事 你就跟我说说呗 我来把你分带 你个小屁孩懂什么呀 跟你说你能把我分带什么 那你可以跟卓妍哥哥说吗 我跟他说啊 三棒子打不出个屁来 实在不行 我们只找狐狸精姐姐也行 我找他 我找他压力更大 放心吧 你彭月哥哥永远都打不倒 来 继续 鱼总 龟友商那边又在催了 您看 鱼总 您快想想办法了 再这么下去啊 我们部门的忙工啊 都快捅光了 鱼总 不是兄弟们不努力 是对手那边实在 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公司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吕彭月 你不觉得你每天在公司太独断分析了吗 吕彭月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是在做生意做事业做一件对所有北漂人有利的事 我们不是你骂我一句我怀你一句小孩子逗妾 也不是杀来杀去抢地盘的黑社会 更不是让那些真正想租房的北漂人 屡屡屡病 无处还深 那些跟咱们一块创办公司的元老都走了 为什么呀 李腾飞提醒过你多少次了 让你把目光和精力放在公司战略等大方向上 不要轻易插手公司的具体经营 可你呢 每次都对他的建议视而不见冲而不闻 事无巨细的后果 就是让公司的中层干部和底层员工 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 到最后他们就变成只会执行任务的机器了 可能在你眼里一切没什么变化 但在我眼里 这公司从来就没有我的位置 咱们毕竟是FB公司 是四兄弟公司 兄弟都走了 怎么是FB公司呢 FB公司首先它是一个公司啊周妍 所以你就放下自己的道德准则 去用丑恶对抗丑恶 也许你今天还可以说你的本心没有动摇 但是明天到后天呢 如果你习惯了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去换取更大的利益 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我们做的还是原来的事业吗 大家不是没有情感的目 因为大家在这儿 在北漂房客房 根本就没人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既然 我们这些人现在在你于彭月眼里一文不值 那好 那你就继续一个人分道 继续一个人张进你的公司 这是我的自制限 作为兄弟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句话 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叫我再见吗 什么 咱们的活动还没启动 北漂生活网就已经启动了 是啊 我也浪漫了 这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只要咱们这边刚有个新的计划 北漂那边立刻能推出个一模一样的 一定有内鬼 卓妍 这几个项目都谁参与了 就咱们仨和企划部的一些人 对了 小宇也知道一些 大宇 你不会怀疑公司内部有内奸吧 我是怀疑 是肯定 肯定有人泄露了咱们的底 余总 那咱们现在 你觉得会是谁 这 这你让我怎么说呀 小张 原来是您的助理 应该算是您的嫡系了 自打公司开业的就来了 应该不会是他 小王 也算是公司的元老了 上个月您刚表扬了他 又给他加了信 他应该干不出这种事的 还有小李小村 他们可都是专门投奔您来的 算是您的铁杆粉丝 虽然这理论上来说人人都有可能 可我又觉得谁都不太像 是啊大宇 咱们可不能乱猜啊 不然是大问题的 我不会乱猜 我要让他自己跳出来 最近公司新接触了一家广告客户 初步决定要签署一个千万级的合作单单 千万级 是吧 千万级 只要这单打下 咱们现在所有的资金压力都可以迎刃而起 先别顾着高兴 好好考虑一下 你们这案子该怎么做 余总可是已经答应了 只要你们这案子做得好 给你们全体涨百分之二十的工资 客户的基本资料和联系方式 已经发到你们每个人邮箱里了 回去好好看看 想想这案子该怎么做 记住 这件事没有最终落天之前 千万要报 今儿怎么回事了 华干的 就给你们涨百分之二十的工资 干这么大的事 涨百分之二十的工资 这余蓬月也忒酷了吧 谁说不是 就这点钱 启发布的人就跟勇丑斗命倒似的 一个个拼了命都我说错 你帮不开眼镜家 要我说还是您的 这个我中午饭都没事就过来跟您后报 不是 我说你治愿一个样吗 这就是你这打扮的 这说话声音都变 不过也对啊 这种事情还是小心点好 干一两次就得了 干多了容易露麻去的 您放心 这次绝对不会有问题 这份资料和联系名单 整个部门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 就算出了问题 他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命 更拐也不到我头上 这样的话 我就给他来一个截胡 有谁知道这幅画的名字 达芬奇 最后的晚餐 没错 最后的晚餐 这幅画 源自一个圣经的故事 说的是耶稣的一个门徒 向官府高密出卖了耶稣 而耶稣 在被捕之前 与十二名门徒共进晚餐 在席间 把有人出卖他这个消息 告诉了大家 这十二个人 表情各异 而出卖他的人由大 就在其中 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吗 因为在这段期间 公司在一系列的营销活动当中 常常陷入背部 甚至咱们还没有干 对手就已经知道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你们当中 出现了背叛者 谁啊 还记得上午让老行给你们发的这个任务吗 记得 那个任务是假的 假的 只不过是为了找出这个人的幌子而已 不过现在这个人 我已经知道是这样 我已经知道是这样 谁啊 谁啊 是谁啊 是谁啊 站出来吧 站出来 自己站出来 不是 敢说不敢言 谁啊 自己站出来呗 谁啊 说呗 自己行呗呗 敢说不敢当吗 站出来啊 站出来吧 站出来吧 敢多敢当啊 怎么了 郁总您放心 我的公司绝对中心 我绝不会做出这种事 人们都是一样 对我们也是 站出来吧 我放心 我的公司绝对中心 我也做出这种事 对啊 对 郁总 郁总 您这是 小张 为什么这么做 不是 郁总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啊 乌卖公司的人就是你 郁总 您凭什么这么说呀 我对您可是忠心的 再说 我还是您的嫡系呢 嫡系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确认每个人都收到了 您放心 已经收到了所有人的确认信息 好的 随时联系 朋友 朋友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看你在办公室里太无聊 带你干一件好玩又刺激的事 什么好玩又刺激的事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侯爷哥哥 你找那么多手机干什么呀 钓鱼 钓鱼 咱们公司企划部出了个内奸 我二老姓设了个局 告诉他们 说有一个新的客户 给他们每个人的邮箱里 发了这个客户的资料和联系方式 当然了 资料是相同的 但是联系方式却各不相同 九部手机 每部手机的号码也不相同 如果真的有人出卖了公司 那么 这部相对应的手机 就会收到竞争对手的电话 哦 没明白 那我要做些什么 你呢 假帮客户 谁知道他们出卖公司之前 会不会自己先打电话来摸摸地 或者是那些信以为真的员工 自己先过来摸摸情况 我的声音太熟悉了 怕能听出来 所以我来接他们的电话 那他们要是问我问题 我怎么回答呀 说你在开会 所有的问题 一律等会后再解答 态度一定要高冷 高冷 看来还真是有人立功新建 喂 哪位了 韩总您好 我是FB公司北漂房客网的小王 哦 不好意思哈 我正在开会了 呃 有什么事情请你直接说 哦 我想邀请您来我们公司参观一下 哦 我会考虑的好 呃 那我之后再联系你 看您时间 拜拜好 哎呦哥哥 我表现得怎么样 哇 你这真的台湾腔真的很不错 哈哈哈 继续 哈哈哈 好 喂 喂 喂 您好 哪位了 啊 我是FB公司的小李 不好意思 我正在开会哈 听说年纪近 我之后再回答你们这个问题 喂 喂 不好意思我正在开会哈 不用了 谢谢 哦 我的时间很宝贵 请你讲重点 我就行 第三宝贵 再勇猥的鱼 也总有上钩的那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样 麻烦你来告诉我 北漂生活网为什么会给我这个特意安排的客户号码打电话 而知道这个号码的人只有你 余总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张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余总平时带你不包 你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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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 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 白眼啊 你这样这样的事啊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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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吧 说说吧 为什么这样做 您这么聪明的人 何必还明智顾问呢 为了钱 为了钱你连良心都不要了 余总 您是个有能耐的人 就算公司倒了您有能力 让他东山再起 您不缺钱 可我呢 我就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就靠着这点工资 在这个大城市里面 挣扎着活下去 我缺钱 但凡良心能换个好价钱 我是不会犹豫的 这点工资 公司给你的工资 比一般人高多了 是 比起一般人 我的工资算高的 可扣完伙食费 交完房租 还完信用卡 每个月我还能挣多少钱 我在这个城市里 我买得起半平米的房子吗 谁让你租这么贵的公寓了 谁让你给女婚 花这么多钱了 当年我们毕业的时候 余总 我都说了 我跟您不一样 您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 为了事业付出自己的一切 可我没那么大志向 我只想过普普通通的生活 对 跟别人合租是便宜 少买点东西也省钱 可如果那样的话 我连女朋友都找不着 我都快三十岁了 我就想着 早点结婚生子 安安稳稳地过下去 我不想打一辈子的光棍 小长 用钱换来的感情叫爱情吗 您就别给我灌鸡汤了 当然 也就您还生活在梦想里 没有钱 谁愿意嫁给你啊 公司现在什么情况 您比我更清楚 一旦裁员 我可能连饭都吃不起 到时候我拿什么 交房租换信用卡 我哪来的钱 买车买房结婚生子 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趁早做打算 公司什么时候说要裁员了 就算裁员 也不是你出卖公司的理由 您别说了 是我对不起公司 我认罚 如果我给公司带来了损失 我也愿意承担后果 如果您没有别的事情 我这就回去收拾东西去了 谢谢您之前对我的照顾 对不起 对不起 大鱼 你真打算追究小张的刑事责任啊 这样做是不是要太过了 这件事跟我算是什么反应 有些人觉得应该 有些人觉得 不太好 人心惶惶的 人心惶惶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该慌的人是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吗 让他们慌一慌也没坏处 其实我这么对小张 也只是想吓唬吓唬的 啥剧给猴看 大鱼 我知道这段时间 你不容易为了公司费尽心思 可是我始终觉得像今天这样操拥人心 不太好 周延安 我跟你说句实话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 能够相互依靠的兄弟 不用那么斤斤计较 不用那么急功近利 大家一起用心做一番事业出来 可事实上 每个人只在乎自己眼前的那点利益 张延道 辞不长兵 义不长才 我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就没有退路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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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呀 别飘生活往那边 坑出了一个新活动 他们把一批有条件的废酒仓库 改造成了青年公寓 电视台都去采访了 大半夜发什么疯呢 睡了 你看看这个 这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 你难道不给我个解释吗 你怀疑我 于鹏月 你的竞争对手不是猪 是跟你一样聪明的人 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做得到 你不具备的资源人家具备 你没有的条件人家可以有 你能不能别总像个小孩一样 别总那么冲动 如果你总是一身一味 觉得是我没有这些道德 是我出卖了你 那你大可以把我开了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你难道不够